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6月28日星期日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冷眼看世界》的Valse节目 今天给大家也算一个爆一个料啊 这也是影响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的呀 这个也是一个猛料 最早是纽约时报刚刚爆出来 然后现在的CNN引述说什么呢 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情报官员呢 给这些塔利班 就是阿富汗塔利班那些这个民兵啊 军人给他们这个奖励 就是说你们要杀死了美国或者英国的军队的话 杀死一个士兵 我就给你这个现金的奖励 这个呢也是引起了这个两国这个外交关系的这个升温 还特别是美国内部对于这样的一个报道的一个非常大的恐慌 我们看一下这个报道说的是什么呢 这个料是谁爆出来呢 它不是美国情报官员爆出来的 而是这个欧洲的一个情报官员告诉CNN的 为什么美国没有报呢 因为这个对于美国来说呢是一个很丢人的事 你要是不承认也好 不承认也好 对于你这个美国的这个形象呢 都是一个比较大的打击 所以美国到现在为止呢 就是特朗普这方面是不承认 根本就压根就没听说我这 说这是fake news假新闻 但是跟这个相关的情报部门有关的 比如说CIA啊 还有美国的一些这个其他的国家安全部门呢 国防部呢 全都不置可否 就是记者问这到底有没有这事啊 俄罗斯是不是给这个 塔利班的这个民兵 说杀死美国军人 就给钱 美国这些机构嘛 不吭声 不说是也不说不是 所以呢 现在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 以这个未经证实的小道消息 来说这个新闻 但是你要说小道消息吧 欧洲的这个情报官员也说了 而且各个大媒体 也都报道这件事情了 所以我觉得呢 无风不起浪吧 很有可能的 这个事是个真的 我们可以看呢 这个不知道俄罗斯这样做的这个目的是什么 但是尽管如此呢 你这个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 他确确实实是引起了这个 在阿富汗的这些 美国 还有这些英国官兵的一些这个大规模的伤亡 这个 欧洲的这个情报官员呢 他并没有说什么时候 哪天引起伤亡 死了多少人呀 国籍什么的 而且这些确确实实是致命的死的呀 还是这个受伤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呢 在这个两国交战的时候呢 因为尽管现在阿富汗战争已经持续了19年了 已经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长的一场这个战争 但是呢 两国交战过程中 如果真的有这个士兵伤亡呢 不光是中国会这个隐瞒这个数字 就比如前一段跟这个印度发生边际冲突 到底中国有没有这个死伤呢 有没有名单呢 全都不说 看来呢 美国还有这些 其他的这些西方国家呢 也是尽可能想隐瞒这个伤亡 而且CNN也专门指出来 这个最早呢 是纽约时报爆出来的这件事情 那么 欧洲的情报官员 爆出了这样的一个大的爆料 美国情报官员说什么呢 说几个月之前呢 俄罗斯的这个 军事情报机构 确确实实呢 给了这个悬赏 就是说当这个美国政府和这塔利班 今年二月份进行这个peace talk 就是和平谈判的时候呢 俄罗斯这个情报官员也挺坏的 就是说别跟他达成这个停战协议 你要是把这美军杀了 我还给你这个钱 我们可以看呢 这个根据 纽约时报说呢 这件事情呢 已经在三月底的时候 这个白宫的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就是国家安全委员 其实就已经给 特朗普总统说了这件事情了 但是现在白宫的这个新闻秘书 也是一个这个白人女的 特别会狡辩的 就是经常这个说谎 一点都不脸红的 这个特朗普政府这个任内呢 选的这个白宫新闻官全都是这样的 都是女的 而且说谎是 这个脸不红心不跳的这种 周六的时候呢 专门否认的说 说这美国总统 特朗普还有副总统彭斯 从来没有被这个 brief 就是说被 报告过 有类似的这个俄罗斯给的这个 悬赏杀美国人的事情了 同时呢 这个官员也说呢 说这个就是纽约时报报的一个 这个假新闻 就是一项说 对于特朗普总统不利的新闻 全都是假新闻 这个呢 也是这个 屡试不爽了 同时呢 我们可以看到CNN呢 关于这个 这个事情的爆料 是问了 国家安全委员会 还有这个国防部 还有美国的国务院 还有CIA 而且呢 所有的这四个部门 全都这个 不知可否 不说是也不说不是 尽管这个白宫的新闻秘书说呢 说这是个假新闻 但是他并没有否认呢 这个美国的情报部门 说俄罗斯呢 确确实实情报部门呢 也给这个塔利班来一些这个悬赏 而且呢 这个希望的塔利班士兵能够攻击在美国的这些军队 就是哪些军队呢 白宫新闻秘书说说 确实实他是攻击这个阿富汗的这些军队 但是并没有说是针对美国的 所以这也相当于是一个这个重要说假话吧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星期的根据纽约时报报道 特朗普政府呢 也专门就是开会 本周也是讨论这件事情 而且呢 把这个相关的情报 也跟这个俄罗斯 跟这个英国政府一起来这个 share一下这个情报 分享了 说那个根据现在的这个情报呢 俄罗斯这个重赏这些阿富汗的这个士兵 让阿富汗塔利班的士兵呢 攻击不光我们美国军队 还攻击我们英国军队 就是说这事呢 咱们这个商量一下 合计一下 咱们该怎么办 同时呢 这个纽约时报也报道的 就是有些官员呢 也在想一些可能的这个反制措施 比如说呢 是在这个外交层面 向这个莫斯科来这个抱怨 而且呢 想要停止 或者说 对这个制裁俄罗斯 但是呢 白宫还没有授权 我们都知道呢 从2016年总统选举过程之中呢 美国的情报部门就说 俄罗斯呢 正在干涉这个选举 而且俄罗斯干涉选举呢 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抹黑这个加里克林顿 不希望西亚里上台 反而呢 希望特朗普上台 因为他知道特朗普上台之后呢 特朗普不会对俄罗斯太强硬 所以西亚里也是说 说 they would rather have a puppet in the white house 就是他们希望 有一个这个傀儡在这个 白宫里面 然后特朗普当时辩论还说说 no puppet no puppet you are the puppet you are the puppet 说没有傀儡 没有傀儡 你是这个傀儡 所以当时也是这个辩论会上啊 这两个 这一老娘们和一老头 他吵得不亦乐乎啊 完全就撕破脸皮了 不顾这个什么 任何的这个 国内形象 国际形象 各种这个负面抹黑 来这个进行选举 然后过去这三年多呢 特朗普当美国总统过程中呢 也确确实实证实了 特朗普对于中国呀 对于很多这个欧洲的盟友呢 还是非常强硬的 但是唯独对于俄罗斯呢 确实非常非常的软 而且呢 特朗普到现在为止都不承认 就是美国强调部门发现的 俄罗斯干涉美国选举 因为他如果承认的话 就说 你这个特朗普你本身 你总的普选数 普选票就不如这个瞎里 而且你是 相当于是受到这个俄罗斯的帮助 国外的这个政府的帮助 你当上总统的 这个就对于他这个 这个总统合法性提出了质疑 所以 特朗普呢 一直是对于俄罗斯呢 是非常软 就是 尽管非常软的 但是特朗普仍然号称说 说我是对这个俄罗斯 到现在为止最强硬的这个总统 而且呢 我对俄罗斯的强硬要比这个 之前美国总统更强硬 所以呢 这也是这个 明显是争点说瞎话 所以为什么 这个特朗普对于俄罗斯 特别是对于俄罗斯总统普京 这么软弱呢 就是说小道消息说 好多年前呢 特朗普就是访问俄罗斯的时候 因为他有一些生意呢 是在俄罗斯 也就是说这一团乱 现在是完全是搅不清的 访问俄罗斯的时候呢 说是在这个一个宾馆 就是说有可能有这种嫖妓丑闻 而且当时呢 被这个俄罗斯情报部门 是拿这个摄像头摄下来了 所以也是有小辫子 是这个抓在了俄罗斯手里 所以特朗普呢 他干着急也没什么办法 所以俄罗斯呢 也非常乐见其成 就是说让特朗普当总统 所以这件事情呢 一直都是有这样的幽谋论 不管是真是假吧 这个事实呢 确确实实是 这个特朗普对于俄罗斯呢 还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忍让的 就是尽可能的 这个避免这种激化冲突 所以 这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前副总统周拜登 在今天当地时间 今天周六 接受采访的时候呢 也说说特朗普当总统呢 其实呢 是对于普京 是给了一个这个gift 一个大礼 为什么呢 说 这个 这是对每一个美国家庭 都有这个 孩子在阿富汗服役 或者说在海外服役的人 的一个背叛 我呢 坦率说非常非常 这个气愤 看到这个纽约时报 这个消息 而且我如果当选中的话 我会让这个俄罗斯总统 普京呢 付出这个代价 所以呢 现在就是这件事情呢 接下来会如何发展 美国的这些立法机构 这些议员呢 比较鹰派的议员 也是嚷嚷着要通过 这立法层面 对这个俄罗斯的官员呢 进行这个 制裁 但是能不能经过 这个特朗普的这个同意呢 这些还都一切未知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上个星期特朗普说呢 说啊 我希望能够重新要求 这个邀请俄罗斯 参加这个这期峰会 因为什么呢 2014年时候 俄罗斯呢 就是已经是不再是这个 能够参加这期峰会了 为什么呢 他当时呢 是这个 入侵了这个克里米亚 所以呢 你入侵了克里米亚 这些西方国家呢 就抵制俄罗斯 但是呢 这个俄罗斯呢 向来是这个 侵占其他国家领土呢 向来是不含糊 他跟美国不一样 美国呢 他就算是战争征服了你 他最终也会撤军 这个事也是美国历史上 一个比较这个 占领道德制高点的 一个传统吧 他不在这个 这个领土上 这个侵犯你 但是呢 俄罗斯不一样 我们知道中国 在这个清朝时候 有几百万平方公里 一百多万平方公里 都是被俄罗斯给占领了 当时的这个沙俄 之后呢 不管是这个 十月革命之后 苏联政府 还是解体之后的 俄罗斯政府 从来都是 不同意把这些 土地规划给中国 所以我呢 对于这个 俄罗斯也是非常反感的 但是我反感 这个我 虽然认为 这个俄罗斯是中国最大敌人 而不是美国 那但是 特朗普政府呢 还是 跟俄罗斯关系比较好的 那么现在 这个 多家媒体 报道出来了 俄罗斯呢 就摆明了 是指使 这个塔利班的 这些士兵 来杀 这个 阿富汗境内的 美军士兵 还有这个英国士兵 你这个怎么办呢 杀了还给你钱 刺激了 重上支架 必有永福 那么 特朗普政府 会如何 做出反应呢 我们还是 留待这个时间来检验吧 好的 今天就给大家说这么多 非常感谢您收看 如果喜欢的话 欢迎您支持 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